加里卑的用车是买汉DM还是买凯米瑞的 其实这两个车型挺有代表性的 一个是中国品牌比较新的产品 又是新能源的身份 价格优势 配置优势和动力优势 那买丰田凯米瑞的 第一 合资品牌 第二 球本 至于产品的优势 那基本可能就没有什么了 所以该怎么选择呢 我看了看 其实首先在价格上 汉DM比较建议大家买的版本 就是21.98万元这款 叫四驱性能版豪华型 就是价格比较合适 配置也合适 再往高了呢 我觉得有点小贵了 配置上就不用多说了 整体讲的话 咱们日常能想到的配置 它都有了 唯一欠缺的是 它只给主驾驶配备了 座位驾驶座位通风 没太照顾副驾驶 但是如果你要照顾副驾驶 就得买再高一个配置成型了 动力上就不用讲了 汉DM它的整体表现优势 就是动力表现 又是四驱 又是20T 又是电机辅助 整个这个动力表现 已经可以砍击很多小钢炮车型了 那整体配置表现 我觉得从舒适性 方步程度 也都没问题 另外就是油耗了 我们之前做过一个油耗对比 拿它去参考了 奥迪20T A4L这个车型 当时看到了 它的整体油耗 比A4L确实要更低一些 所以我觉得 这车咱可以说是低 相对比较省油 第二 动力性比较好 对吧 而且我买这车 还不用交勾置税 又省两万块钱 那买凯米瑞图什么 凯米瑞 21.98万元 你买到的是2.5升的豪华 就是自吸这个动力版本 2.5加8AT 这个动力确实够稳妥 但是其他的 从日常使用的舒适性 包括高速的一个形式质感 内饰的用料 讲的话 确实跟比亚迪汉 差别挺大的 我觉得买凯米瑞 可能更多的是 为了那个品牌 让人觉得我买了一个合资 然后后期用着相对 放心一点 但是我觉得 中国品牌 现在产品的稳定性 基本也没有太多可担心的 而且从质保方面也更长 我倒对于这个汉 在长时间使用的一个稳定性 倒不担心 以20万这个价位来看 我个人也比较推荐汉多一些 性能好 配置高 对吧 而且我的车内空间更舒服 关键跑高速 真的这个质感 比开米瑞好很多 那还问到了说 那汉DMI值不值得等一等 我觉得值得等 因为咱们家用来讲的话 其实对于油耗的看重更高一些 可能我对于性能要素没那么高 你给我一个4秒加速 咱说实际意义不太大 对吧 谁没事了 地板油呢 但是油耗绝对是跟日常使用期相关的 我看了相关信息 汉DMI确实我觉得值得等 未来汉DMI根据目前得到的消息 会推出三个版本 三个这个动力版本 一个是121公里的纯电版本 还有个242公里纯电版本 以及202公里的纯电四驱版本 咱说日常使用两驱真的够用了 从整体的看 我倒是比较建议优先考虑汉DMI 只稍微等一等 因为目前还没有确定它最终的一个上市时间 估计可能得第二季度或第三季度了 那么汉DMI的油耗优势就比汉DMI更明显了 因为它的亏电的综合油耗在4升左右 所以从这个来看使用价我百公里油耗相当于凯米瑞的一半 对吧我还不用交购置税 至于价格咱来打打余估一下 我觉得两驱版本的DMI基本上会在20到22之间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所以如果不着急的话 我倒建议等等汉DMI 但如果就是近期要买车 然后又确实更加看重合资品牌这个标签的话 那么凯米瑞确实没大毛病 但是更好的动力表现 更好的形式质感 你就得不到了 肯定会打一折扣 所以我个人建议 如果说不着急 优先等等汉DMI 意思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